今年本来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累积了一整年下来之后 会在年底的时候开始爆发出来 如果你自己是那个破均 破均花权呢 如果在命宫、牵宇宫、关路宫出走 或是自己另立三投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但不可否认 这是一个需要花钱的 所以你必须要评估看看说 如果你有什么梦想要做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资本 这个鬼月啊 农历八月呢 主要的天干在跪 然后碳朗化季破均花禄 入水既走 所以上次我们就讲了 那是一个欲望爆棚 你要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去填补的一个月份 果然在上个月份呢 我们就看到各种精彩的演出啊 不断不断有各种的人 人因为了他的欲望 而去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出来 我们来想象的事情出来 过完中秋之后呢 我们后面就开始受到 太阴化季的影响了 然后呢 就农历的角度来讲呢 他接下来剩下10、11、12 接下来就要过年了 以农历的角度来说 他是最后一季了 那基本上最后一季呢 当年份的这个化季的星耀 就会大幅度的影响他 并且呢 隔年的这个化季的星耀 也会影响他 通常在进入到中秋过后 一路一直到春节的过年期训 这个大概三四个月时间 尤其是农历九月中以后 通常都会是局势最混乱的时候 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然后各种各种利益冲突的时候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啊 今年呢 整个国际的局势呢 大家在真的当龙头 到底谁是世界的老大 然后呢大家各种武器军备的钱一直在划 武器化科 接下来明年太阴化季 太阴什么呢 月亮的那群国家 其实上挂月亮的那群国家 也就是说呢 在主流的世界观里面呢 我们认为啊 比较不会去注意到那一群 再讲更明确一点 就是中东的那些国家 伊斯兰的那些国家 那在影片开始拍之前 发现说那个他们开始又在起战乱 里巴嫩又开始有战获会出现了 那可以想见明年度啊 中东局势一定是混乱的 它不像是亚洲这边 亚洲这边呢 基本上就爱打不打的 然后每天喊来喊去这样子 那大家在那边这边看啊 那边看啊 那想打也不敢打 每天喊着说要打你 每天派飞机过来 大家也不敢真的动手这样子 但是中东那边呢 他们就直接开杆 大概年底会有更明确的这个迹象会出现 而且呢 可能会延长一段时间 就我们常说的 我们在看局势状况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躲掉政治局势 我每次发月韵啊 我每个月发一次 然后每个月就会有人来跟我抱怨说 我在谈政治 我真的是很冤枉 因为你不去知道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知道说 到底你的钱该不该买房子啊 该不该投资这个 该不该投资那个啊 对不对 那有长期观看我影片的 就知道说我之前呼吁说会怎么样 会什么状况的时候 然后那个 总共房产不能投 有跑掉的 有赚到钱的 美金上涨赚到钱的 军事股上涨 有赚到钱的 这些人啊 都会知道说 我们在推算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个人根本不可能脱于大的环境 那大的环境势必会牵扯到政治状况 所以我还是要在那边跟大家呼吁 你如果觉得我是因为立场的问题 那我真的觉得你就赶快退订了 赶快滚 我们这边不太适合你 我们这边是要理性跟有逻辑的人 我比较适合在这个频道里面 这个叫做知识型频道 我又不是宗教频道 你们比较适合去宗教频道 就只有催眠你就好了 我们这边是谈学术跟理性 我所说任何事情一定都是因为我们的预测 就好像你现在知道说别人看台积年不好 那你的预测你发现台积年是好的 所以你进场买了 我们态度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我们知道说这个立场放在什么地方 那对我自己会有利的 那我也告诉他这样子一定会有利的 很客观的进去做选择 所以并不是说我有特别的立场我选谁 而是因为我的学术告诉我说 我要往这方面选对我是比较有利的 现实的情况是 目前台湾的这个状态 还是相对来讲 真的是让我们其实过得还不错的状态 所以你想要来听 你就要很理性的听一下 我到底在预测什么事情 那你自己听不到 你钱没有赚到 或是那个反产被卡到了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就是说 你看得懂这个局势 你就知道它的状态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想见的 明年中东战火是直接就起来的 那亚洲这边继续混了 但是中国应该有机会 某一种形式的军事援助 中东那边 那应该也会在年底之后 我们就会看得到 那因此可以想见的 到了年底 中国的经济状态一定会更糟糕 那台湾会不会受到拖累呢? 坦白讲 我个人一直都觉得 台湾不可能不受到拖累 但是说实在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被受到拖累 可是实际上台湾真的超厉害 完全没有被拖累到 而且状况越来越好 所以导致我对台股的走势有点失误了 那我必须跟大家说 因为台湾长时间来说状况是很好的 所以开始进入到太阳化季这一段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在下半月的时候 因为明年就要天际化路跟太阳化季 所以如果你有些未来展望的计划 你差不多从9月中以后 你就开始进行你的计划了 那回到这个月的等级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这三个月会开始直接进入太阳化季的状态 因此在这个月份 联征化路破坏化全五曲化科的太阳化季 可以看到五曲化科你的财务状况会被曝光 所以说大家很关心的说 中间要怎么拿钱 怎么样有的这个事情 会在这个月份都很明确的出来 有人为了自己已经都七十几岁了 希望可以好好度过下半辈子 他会把什么证据他都拿出来 破坏化全代表什么呢 会有一些大的变动 什么样大的变动呢 会有夺权的这种这种情况会出现 那当然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在正当 不是只有在国家之间 因为他这流月的等级 其实今年本来就是有这种状况 累积了一整天下来之后 会在年底的时候开始爆发出来 因此在公司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 那你身边有跟你很靠近 而且职位很高的人 那如果呢 他是连向的指向的指破的 而且他带了煞星 这个时间点你都要注意说 他可能有打算要出走的这个状况 当然如果你自己是那个破均 那出走或是自己另立三投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破均化全呢 如果在命宫 牵宇宫 关路宫 你有什么梦想 跟有什么事情要完成 你觉得你现在环境不够好 你要往外去走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点 但不可否认 这是一个需要花钱的 所以你必须要评估看看说 如果你有什么梦想要做 那你有没有足够资本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忘记了 假年啊 他就是连针化路 太阳化剂 你有足够无群化科可以去烧 那你就有机会破均化圈 如果没有呢 那你就乖乖的去做那个连针化路 否则一直要当太阳 太阳就化剂了 反而是一个不好的状况 我们就会建议那你在明年 好等到足够的资本 再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回到个人身上来讲 这是一个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不太会出现 陶色纠纷的一个月份 这个月份呢 大概陶色纠纷的几率就比较低一点 像上个月份上个月份 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陶色纠纷 这个月份应该稍微好一点 那这个月份呢 如果你的命工财宝工是连针化路 我们会建议啊 在这个月份呢 可以开始为下半年 以及未来做很好的储蓄 跟这个很好的理财布局 会非常非常适合 要去买那种稳定的这种 会有稳定收益的这种基金也好啊 股票也好 债券也好 如果是在6000公位上面 比如说溥义工啊 夫妻工啊等等的 在这个月份呢 我都会建议大家 相敬如宾 你们说老师可是 化路啊 连针化路 这不是一个 应该要好好去保持关系的时候吗 连针星叫化气为求 它是个约束的状态 约束而产生化路 也就是说呢 你不要太跟他靠近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你反而会增加你跟他的轻盈 你一直去往来 就很难约束你自己啊 如果是破均化权 刚刚我们讲过你在命财官上面嘛 那如果是破均化权在你的6000公位上面 那都会表示呢 这个月份是很适合你跟他重新建立关系的 什么叫重新建立关系呢 譬如说你老婆平常不听话 然后呢 这个月份呢 你就比较有魄力 跟他重新拟定不平等条约 希望他可以对你好一点 在朋友之间呢 也是在朋友之间呢 在这个月份呢 是可以重新去找到什么人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的一个月份 那再来无曲化科 基本上啊 在这个月份啊 不管你的无曲心落在哪一个工位 那就是那个工位要花钱 比如在命宫 这个月可能要花金钱 如果是在夫妻宫 可能就感激上也要花金钱 补义宫跟朋友要花金钱 依此类推 所以无曲化科基本上 十二宫呢 就是就要花金钱 那最后一个太阳化季 他如果在你的命宫 冠入宫 财宝宫 牵宜宫 这些工位的话 你会在这个月份啊 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要做些什么 可是却徒劳无功 所以我们会建议在这个月份呢 一切啊 静默就好了 不要有所争斗 不要有所追求 好好地过日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在六亲工位上面呢 那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跟这个工位上所代表的人 比如说你的老婆啊 在这个月份呢 你们就会有那种啊 彼此不了解对方 然后呢 彼此要争夺管理权的 这种这样的状态 那要怎么样解决呢 就是不要往来 对老婆不要往来 可能会问题更大啦 对朋友可以 对老婆的话呢 其实我就会建议说啊 我们可以忍耐一下 因为那个本月太阳化季 接下来下个月就太阴化季 大概连人两个月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说家中有长辈 男性直系长辈 爸爸身体不好的 你本身自己命盘上面的负极线 就有超过两个以上的煞 然后呢 田宅宫呢 也有煞星存在 这个太阳星 刚好落在负极线 紫田线 命宫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说 如果家中你的父亲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那这个月份呢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月份他可能 身体状况会有恶化啦 会有这种一些状况 要注意他 这个是太阳化季 所以可想见了 就整个月份来讲啊 9月份开始帮我们带入正式的 这整个三个月的这个太阳化季的状态里面 然后总结这一整年的情况 不过呢 就大环境来说呢 好处就是啊 我们会在这三个月份 就年底的这三个月份呢 很明确看得出来啊 最后谁当老大了 然后到了以年天气化落的时候呢 整个局势就会有所转变跟不同 在追剧的啊 要在看戏的啦 在这最后三个月份呢 就会有明确的答案出来了 那至于我们自己个人呢 我们自己个人就好好过日子 有什么要创业的 或是有什么梦想的 先看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 如果不够 那就乖一点 如果够 那就拼一下 在这个月份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顺便来迎接明年天机化落 天良化全的开始 要知道这个明年整体的运势是什么样子 我该做什么投资 是什么样的状况 明年度呢 我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们每年办这个年运的趋势预测 每年呢 我们都告诉大家说 房产现在该脱手了 美元现在刚刚买了 什么东西现在该怎么样了 有听的朋友 或是有购买的朋友都知道说 我们每年都精准的告诉大家一些该要怎么去 去避凶的事情 这个整年度的这种预示预测 包含个人的情况 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预购了 一样的 我们跟过去相同 我们会有现场的预测的演讲 结合我们学会的年会 大家可以来吃饭 那听我告诉大家 明年你该要注意什么 王郎的方向发展会是比较好 而且今年呢 很特别 今年呢 我们会安排我们学会的专业的老师 在现场免费帮大家 个人来算明年的运势 有兴趣的 报名连结在此 那要办明要赶快咯 谢谢大家